各位朋友大家好 习近平的性格有一个突出的问题 就是人格分裂症 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习近平不停的强调人们讲政治 要旗帜鲜明的讲政治 而习近平自己他却完全不讲政治 他是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 或者说机会主义者 在毛泽东时代讲政治 要求人们的政治立场鲜明 你是左派还是右派 你是支持左派还是支持右派 必须要表达你的立场 到了邓小平时代 讲经济不讲政治 当然也就不需要谈什么政治立场 人们不关心政治只谈钱 到了习近平时代 又要开始不停的强调讲政治 习近平在各种讲话中 都不停的强调讲政治的重要性 习近平说 历史经验表明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什么时候全党讲政治 我们党就风轻气震 团结统一 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 反制就必病重生 人心涣散 丧失斗志 各种错误思想都不到及时纠正 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说到讲政治 必须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 明确支持什么反对什么 这才叫讲政治 如果不亮出自己的政治立场 两边讨好左右逢源 这就不叫讲政治 而是实用主义 机会主义 有奶便是娘 因此习近平提倡讲政治 就应该提倡人们亮出自己的政治观点 进行政治大批判 或者政治大辩论 毛泽东的文革时代 发动群众 展开各种大批判 这是毛泽东讲政治的典型表现 毛泽东的讲政治 就是讲政治立场 东风压倒西风 左派压倒右派 那时候一个人如果被扣上一个右派的帽子 那就是政治立场问题 一辈子就别想过好日子了 因此习近平既然要讲政治 也应该发起大批判这样的针对政治的斗争 否则怎么体现习近平的讲政治呢 更重要的是政党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政治结合性政党 另一种是利益结合性政党 政治结合性的政党 就是有共同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的人 结成一个政党 这样的政党政治性很强 斗争性也很强 利益结合性的政党 党内没有统一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 人们加入这个政党是为了谋取利益 谋取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 在毛泽东时代 中共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结合型的政党 左派当权 政治性很强 斗争性很强 到了邓小平时代 中共就蜕变成为一个利益结合型的政党 这时候中共党内已经不讲什么政治立场 只要拿到权力 捞到钱就行 而且这种利益结合型的政党执政 贪腐会很严重 古今中外都是这样 习近平上台后 大谈什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似乎想把中共这个政党 由利益结合型的政党 再变回到毛泽东时代那个政治结合型的政党 所以习近平上台后 就开始不停的大谈讲政治 而且还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但奇怪的是 习近平一方面提倡人民旗帜鲜明讲政治 另一方面又不准人们表达或者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任泽平 与网络左派名人司马南近期因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问题 在微博上掀起骂战 中国知名财经作家吴小波 昨天1月25号发表文章声援任泽平 并只要于反对民营经济的左派观点事不两立 按照讲政治的标准 北京官方应该进行政治表态 支持那种观点 反对那种观点 这才是旗帜鲜明的讲政治 可是北京官方对任泽平和司马南关于民营经济的争论 没有任何表态 而是把任泽平和司马南的相关文章全部删除 不准他们争论 之后支持任泽平的吴小波的文章也在网络上被删除 也就是说北京现在对政治问题的态度是不争论 而且还是不准争论 大家都知道对政治问题不争论是邓小平发明的专利 因为邓小平本来就主张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立场 邓小平从来也没有强调过要讲政治 一直是把发展经济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所以在邓小平时代对于政治问题不争论是很正常的 现在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本人不停地强调讲政治 而且还要歧视鲜明地讲政治 可是真的遇到政治问题 习近平马上又缩了回来 不允许人们对政治问题进行争论 当然更不许进行政治大批判 最根本的是习近平不准人们有政治立场 不管是左派的立场或右派的立场都不准有 所以在习近平时代那些立场鲜明的左派人物不吃香 立场鲜明的右派人物也都不吃香 习近平需要的是完全没有政治头脑 只有两只手给他干活的人 习近平本人也是没有政治立场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左右摇摆 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所以习近平的本性本来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一个实用主义者 既然这样 习近平应该学邓小平一心一意发展经济不讲政治 为什么习近平还要不停地强调讲政治呢 这个问题就在于习近平的人格分裂 习近平作为一个没有固定政治立场的机会主义者 一个实用主义者 不过呢 机会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也不是坏事 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 作为机会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 邓小平不要什么主义也不要什么思想 邓小平生前就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邓小平思想 或者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对这种思想或者理论也不感兴趣 只是邓小平死后 中共才给他弄了一个邓小平理论的大帽子 把邓小平捧成理论家 可是这根本不是邓小平本人的意思 邓小平也不羡慕什么理论家 邓小平本人就是一个实干家 摸石头过河 习近平的本性 本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一个实用主义者 如果习近平老老实实 学邓小平做一个摸石头过河 不管白猫黑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者 倒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可是习近平又偏偏羡慕毛泽东 那样有思想的政治家 习近平一个没有思想的人 偏要搞出一大堆习近平思想 又要学毛泽东讲政治 一天到晚把政治挂在嘴边 因此这就表现了习近平典型的人格分裂症 双重人格 中国出了这么一位人格分裂 双重人格的领导人 可谓是一个国家之不幸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